哈囉我們現在是1969藍天飯店 然後這是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 然後它這邊有很多行李喔 就是我們今天要在這邊工作 所以要住兩天 你就跟我一起上去旁邊吧 這次入住的藍天飯店 外與中區市府路上 靠近台中火車站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是一間平價親自的飯店 在擺設上啊我們有發現 這一間飯店有很多的小巧思 像是大廳有兩層樓的行李箱設計 這邊非常適合拍照 我們在這邊拍了很多的照片 就連房門打開的地方也有LOGO燈的設計喔 這次住起來我覺得飯店很乾淨 背皮的部分我覺得還蠻完整的 然後也有做一些很可愛的小巧思 馬桶是免治馬桶我還蠻喜歡的 這邊飯店有準備膠囊咖啡 還有兩個他們LOGO的糖果 早餐我覺得很完整 但是沒有特別好吃 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這裡沒有停車場 所以我們是找附近的停車格去停的 不過以這個價位來說我覺得很划算耶 而且飯店的設計也很好拍 就在這邊可以拍很多網美照之類的 這支影片的資訊我把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以上是這次我們去台中住的飯店 跟你們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